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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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军战史上有众多围点打员战力 围点是形势 打员是目的 而锦州之战则不同 我军的战役目的就是要拿下锦州 塔山的打员则完全是为了保证围坚锦州之敌 因而这场仗就成了打员攻城之战 从下决心攻打锦州那一刻起 林彪就一直关注着塔山放线 在他看来 塔山不仅关系到锦州 更是关系到了整个东北的战局和东野官兵的命运 锦州的攻城之战能否胜利 就看塔山能不能守住 而对面的国民党五十四军军长 雀汉谦显然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有趣的是 林彪和雀汉谦同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同学 而他们的校长蒋介石也亲临了战场 那么这场师生同学之间的较量 究竟能演绎出怎样的战场风云呢 雀汉谦在国民党军中可谓战功赫赫 文武双全 他的书法还是一绝 被称为波云体 当年围剿井冈山根据地 它是角贡极先锋 在抗日战场却又屡见齐功 松户会战 粤北大截 尤其是加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后 血汉谦率领五十四军 突破怒江天险 攻破日军高离贡山防线 创造了全监日寇两个连队的光辉战绩 雀汉谦从此匪生中外 然而此时的雀汉谦深知林彪这位同学的厉害 但雀汉谦自以为重兵在握 依靠美式装备和蒋介石的坐镇 手中的五十四军又是抗战淬炼出来的铁军 面对装备奇差 人数相差几倍的土拔路 他有理由相信 攻占小小的塔山似乎没有任何悬念 雀汉谦攻击的预案是以六十二军一五一十进攻白台山 五十四军八十夺取塔山之后 沿铁路公路前进 挺进锦州城南地区 雀汉谦当时的想法就是主攻白台山 那么把这一块拿下就可以直接沿着公路铁路 直接插到锦州方向 十月十日是国民党的双十节 这一天天色微明 大地就剧烈的抖动起来 国民党军集中了全部炮火 对塔山阵地全线猛轰 成千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 轻泻到四众各个阵地上 炮弹的坑有水 有水呀 就那个塔山那个铺子那个小地上 那个地上炮弹炸的有水 你算是多水呀 随着炮弹而来的 是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军三个步兵师 展开在十余公里的正面 以密集队形向塔山阵地 连续不断地实施全线冲击 四众前沿部队第十二师奋起反击 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 比我双方几经反复拉锯 由于轻视解放军的防御力 国民党军在进攻前 仅进行了半小时的炮火准备 虽然对塔山的阵地有较大破坏 但仍遗留有大量的地堡 铁丝网成为阻挠步兵突破的巨大障碍 守军依托残破的攻势 进行了坚强的抵抗 同时解放军的炮兵 同国民党炮兵进行了激烈的炮战 兵一密集炮火 猛击国民党军第二梯队的集结地域 国民党军后援乏力 攻势渐渐瓦解 当时双方部队的装备水平 应该说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 差距已经大大缩小 但是比起来国民党军队 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获得优势 但是在警钟方向 击中了500门火炮 是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空前规模的使用炮兵 但是塔山方向就放了次要的力量 守卫塔山四中炮兵团 最后把国民党军也是打得闻风丧胆的 最后给炮兵团受紧其谋 这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 人民解放军的炮兵也可以跟敌军进行炮战 十日下午 国民党总统府战地督察组组长罗奇 带领独立九十五师从唐沽海运到达葫芦岛 罗奇随即亲到前线查询战况 看到雀汉谦让六十二军冲在最前面 大为恼火 因为和六十二军军长林伟筹是同乡 他认为这是雀汉谦给六十二军亏齿 提出必须贯彻蒋介石的意图 保持攻势的韧性 战斗队形要为重叠的梯队 重叠梯队这个进攻实际上是 就是把部队以整营整团的这样的 形成方阵的方式密集队形 那么一个挨着一个轮番的进攻 一排一排一排 我跟前走 一打穿门一排倒了 后面又上来 还就是那么大方 确实从心理上来说是很吓人的 在督察组的枪口之下 国民党进攻部队再次发动了一次比一次猛烈的进攻 战斗呈现白热化 当日国民党军共向白台山阵地进行了七次冲锋 向塔山阵地进行了九次冲锋 直到下午十五时战斗停止 国民党军仍没有越过塔山一步 只占领了孤岛寺的大鱼山 傍晚落朝后 四纵第十二师趁敌撤退之境 及时组织反击 一举又夺回了大鱼山阵地 第一天的战斗结束 交战双方都伤亡惨重 这样的结局是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都没有想到的 小小的塔山竟是如此难打 他们开始意识到有些轻敌 而解放军方面经过一天的战斗 也发现了防守的不入之处 立刻做了兵力调整和加强 在雀汉前看来 蒋介石的话是明摆着的 就是用炮弹砸也能把塔山砸平了 解放军就是有再多人也无济于事 所以他当晚立即召集各军市长会议 总结攻击受挫原因 决定采取两翼突破 加击塔山的战法 集中三到五个师的兵力 在飞机轰炸军舰开炮的配合下 猛攻塔山 那么雀汉前的如意算盘是否能得逞 塔山我军阵地能否经受住 更严峻的考验呢 雀汉前亲上前线督战 他的前行攻势计划是 第62军全军炮火指向白台山山脚 207高地 以支援第八师 集中54军全军炮火指向塔山 以支援部队攻击 采取重点突破手段 11日扶晓前 雀汉前到了前线高地指挥所 这时他们惊奇的发现 昨天被炸毁的解放军阵地 竟然奇迹般的修复了 因为塔山那个地方既没有闲要的地形 也没有多少建筑材料 当时真是动员了周围百里之内的老百姓 甚至把自己家里的房子有的都拆了 用木料来修阵地 后来国民党一攻的时候 大吃一惊 这个阵地怎么这么坚固 10月11日早晨7时 国民党军集中了第54军和第62军所有的大炮 并派空海军支援 以塔山为中心 发动前行攻势 按照雀汉谦的布置 国民党54军不再从正面进攻 而以主力沿铁路侧击 可是这个计划却已经被四纵识破 在十日夜 这里已经被布置成带雄火力网 国民党军伤亡惨重 奉命向塔山正面四纵 三十四团阵地进攻的 是国民党军第八师 这个师的官兵正处在牢骚满腹的怨愤中 因为他们的军长雀汉谦不按时给他们发响 而是把军想换成金条去搞投机倒把 大战爆发前夕 第八师流传出这样一首顺口流 此处不留也 自有留也处 到处不留也 也去找八路 这个时候解放战争已经打了三年了 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 家里都过不下去了 随便再打仗 独战队一个手拿金元券 一个手拿着枪冲上去重赏 那个金元券都不值钱了 让怀着这样心思的部队去打投阵 却汉谦未战就已经奇输一招 无论进攻塔山的国民党部队来自何处 但在蒋介石的督战之下 进攻塔山的势头有增无减 在四众指挥员的望远镜里 清楚地看到葫芦岛码头上的国民党兵舰 和正在增援上岸的部队 就连渤海湾里的重庆号巡洋舰上 重庆两个字都能看见 舰上152毫米口径大炮 炮口火光一闪 请客间塔山地动山摇 当时舰炮轰击威险很大 你要以这个重庆号的 这个150毫米的这个大口径炮 当时讲完一炮可以这个摧毁一个牌的阵地 也手起来来讲也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当时解放军打的确实顽强 另外攻势构筑也好 每一个大人战壕他挨着这个墙 这个农村的这个围墙 村庄的围墙 修一半在这个围墙里面 修一半在围墙外面 当敌人的炮火进行攻击的时候 我们的战士就迅速躲到这个围墙里面去 坑道里面去 当炮火停止以后 我们战士迅速前出 进入到这个围墙外面这个坑道方面来 雀汉谦多次组织攻击 却无法对国民党的海陆空部队实施有效的协同 尤其在步炮协同上也是漏洞百出 雀汉谦的进攻部队刚冲到前沿 后方支援的炮火却突然停止轰击 正在冲锋的国民党兵不知所云 也停止了前进 就在这步炮协同进攻戏剧性的瞬间 我四众立即抓住战机 集中炮火 轰击国民党军冲锋集团的身后 然后在正面投入步兵进行猛烈反击 迫使敌人从塔山防御阵地的正面全面撤退 国民党军在步炮协同上应该说也存在很多主持不力的地方 那么关键呢还是他内部山头林立 互相之间呢很难协调指挥 十一日的战斗 国民党军伤亡一千三百人 四众伤亡五百六十三人 其中坚守塔山一线阵地的三十四团伤亡最大 战斗开始前有一百七十八人的一连 战后只剩下了七名战士 就在塔山阻击战处于白热化的时候 锦州外围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 东北野战军即将发起总攻 关键时刻塔山能否顶住国民党军一次比一次猛烈的进攻 这块石头一直压在林彪的心上没有放下 两天的战斗结束 国民党的援军陆续赶来 而林彪的手中可调动的兵力捉襟见证 怎么办 防守塔山的东野官兵伤亡重大 防线变得更加脆弱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惊奇的发现 就在第三天来临的时候塔山前面的国民党军却意外停止了进攻 10月11日下午 国民党第17兵团司令官侯敬武率第92军21师到达了战场 此时从华北调来的95师刚刚到达 在锦西中学里侯敬武召开了军长师长参长参加的军事会议 会上国民党54军参长杨忠帆提出将主攻方向改在塔山和白台山之间 54军经过两天苦战 已经从写的教训中发现塔山和白台山之间是四纵防御的结合部 从这里突破相对容易 随后还可以绕到解放军阵地之后全歼守军 这一危险的局面是林彪最不愿意见到的 林彪为了确保攻克锦州 同时又确保塔山防线 早已在战前就将整个东野的战役总预备队一纵放到了高桥一带 既可以在锦州实施最后一击 又可以防止塔山防线出现漏洞 但是一纵是他手中最后一支可以调动的预备队 一旦早早地投入到塔山方向 解放锦州的最后攻坚战将再无兵可调 整个战役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结果很难预料 一旦国民党军突破了塔山防线的话 就会直逼到锦州城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多为锦州 把锦州的部队就不得不撤出战斗 危急的情况下 东北的整个的国民党军可以撤入到关内 加入到华北方向的作战 这样对我们解放战争的全盘的这种考虑是相当不利 侯敬如十分清楚 五十四军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指向了四众防守的薄弱地段 这将给东野四众造成很大的被动 于是侯敬如受益时期兵团的张伯全参谋长 依然主张按原方案分别攻击塔山和白台山 然后沿着铁路公路 大兵团迅速展开向锦州前进 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的时候 参会的国民党总统府独占组长罗奇站了出来 否定了五十四军的第一个方案 罗奇这个人呢 超大喜功 而且这个人私心很重 那么呢 他一直是想让自己的基本部队 也就是他的老部队 独立九十五师 来 争夺拿下塔山的头功 他和这个六十二军的军长 由林美筹呢 又是老乡 所以呢 最终在选择攻击方案的时候 他支持了侯庆吴的方案 这个独战官来讲 又越过这个指挥官 直接向部队下命令 说蒋介石这套指挥方法 有时候把他军队自己搞乱了 到底听谁的 这个独战官又是直接是蒋介石派的 罗奇自告费用 要亲自带领独九十五师打头阵 同时 以需要查看地形为由 坚持十二日休整一天 十三日才发起进攻 所以 十月十二日 在塔山出现了整整一天的休战 国民党军在十二日全天没有任何攻击 引起了四纵指挥员的警觉 他们抓紧时间加固攻势 补充弹药的同时调整了防御部署 经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批准 十一纵把白台山以西的阵地接过来 同时给四纵加强了一个炮兵团 十三日凌晨 塔山阻击战最惨烈的一天来到了 罗奇在战前重金许愿 组成了军官赶死队 并在战前进行了动员 罗奇让全师连续高呼 没有九十五师攻不下的阵地 大有意去拿下塔山之势 九十五师在第八师和151师的配合下 以连营为单位肩并肩地发起集团冲锋 国民党军分成三个冲击波次 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 第一波受挫 第二波接上去 第二波受挫 第三波继续冲锋 罗奇还组织了军官赶死队 那就是军官冲在最前面 前扑后进 争先恐后 一排倒下去 一排又冲上来 当时这个独立九十五师 甚至拿军官组了一下冲锋 后来这国民党军官也骂嘛 你不是胡闹嘛 军官都打死了 那士兵谁带 这种办法讲起来是一种疯狂的 但是来讲他也是很愚蠢的办法 号称赵子龙师的国民党九十五师 虽几次突破了四众阵地 但因缺乏后援又被四众夺回 十四日 东北野战军对锦州的左攻开始了 而距离锦州仅四十公里的塔山 几十万国民党军增援部队 却没能向锦州前进一步 我其无奈之下 决定十月十五日再休战准备一天 等十六日重新发动进攻 然而我东野的冲锋号 已经想撤锦州城上空 一切都晚了 锦州已经被我军攻破 东北的大门重重的关上了 所以人民解放军的胜利 首先是政治优势的胜利 政治优势从何而来 那就是从进行战争的目的 进行战争的动员 而这一切呢 又建筑在当年的共产党人 给人民群众以实实在在的利益 十月十六日上午 蒋介石再一次飞临葫芦岛 他在空中最后看到了已经陷落的锦州 还有已经面目全非的塔山 塔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林彪和雀汉谦这两个同是黄埔的学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 几十万增援部队 硬是过不了这小小的无山无塔的塔山 塔山无塔也无山 我东北野战军四纵十一纵官兵 用血肉铸成了国民党军无法逾越的高山 塔山之败成为了蒋介石终生的不解之谜 作为国民党一方的统帅 他敏锐的找到了解放军 浩大攻势当中唯一的致命弱点 然而他一手缔造的军队体制和经营方略 却使得他的部队完全无力获得他想象中的胜利 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在塔山撞得是头破血流 从而失去了锦州 失去了东北 乃至失去了整个中国大陆 塔山 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村庄 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而且将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战胜的意志昭告天下 今天塔山村西山顶上矗立着一座纪念碑 碑文写道 塔山祖籍战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